球队其实积分拉的都不是很大 是 一两场球的事 对 所以作为程度来说 我觉得他肯定也想 作为第一年的这个升班吧 他肯定也想拿出一个更好的成绩 没错 镜头也是给到吴磊 1418天之后 吴磊终于在中超赛场 又迎来了首发的机会 今天他会迎来 回归之后的中超手球吗 其实我个人认为 吴磊这场比赛的这种心态和状态 肯定跟前两场这种上场的 这种心态状态完全不一样 是 我们可以看比赛中 我们看一看他的这种变化 没错 因为他的身体状态呢 也逐渐在恢复 之前有比较大的那种 甚至球迷之意 说吴磊回来 你要马上让他首发 今儿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得从运动的基本规律 来折手 确实他已经三四个月 之前没有这种高强度的比赛 需要适应 再一个是呢 之前球队也有声音说 吴磊可能身上会多 或者有一些小的伤病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处于保护的 确实如果你上来 他很长时间没有这种系统 的巡选比赛 一下给他安排的首发 这种伤病出现的这种概率 非常大的 是 我们看上海海港的TipC 他们现在呢 真的是可以是叫 兵多降广 我们看TipC上的于海 包括刚才看到 麦提江 这方在其他队队 其实都是主力队员 应该 确实我个人 我还是觉得在备战上 这个上海港队 是出现了一些这种 因素在里头 所以说在作为 莱克教练来说 可能他有些 很多的地方 确实 比较没有办法 是 而且阵容的这种伤病 都不完善 但从现在开始 就像杨阳老师你说的 他整个阵容 已经非常齐整了 他这场比赛 甚至我认为 他终于可以派出一套 自己非常满意的 这么一个阵容来取赛 之前莱克被质疑 更多的是 就是说这个主角练 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不管打谁 就是三中卫的体系 打到底 而冰封队员 在他体系当中 是完全没有位置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人员现在基本齐整了 虽然说 恩迪亚烟 我不知道卡龙 有什么原因 没有打 但其实他们的阵容 现在已经非常完整 对 非常强了 包括板凳的厚度 人员的这种安排 赛季初呢打不好 你可能还有 莱克有些借口 比如说 确实因为球队备战 大家了解到了 今年他们的备战不系统 然后包括第一阶段的人员 外员球员 有些没有归队 包括奥斯卡 回来相对较晚 他有借口 当然现在 现在的阵容 你再提不好 莱克应该说没有借口 对 其实莱克现在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是 双方马上要进场了 成功融成 他们上场比赛和 河南是战成了 零比零品 现在困扰 他们的问题呢 也是伤病球员相对 比较严重 尤其是周定阳 和龙卓益 这两名中场核心 咱们两个球员的影响 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他们也是 咱们之前说的比赛 和这个训练 尤其是训练的惹不信 就是容易在比赛当中 有时提到一定程度了 球员的这种强求上去 所以确实作为教练 还是说没有办法 必须要尽量去克服 今天的主裁派 是石正路 女心 蒋光凯 巴尔加斯 宇文君 他目前在战手体上 中感是相对比较固定的 一直就是左边的一位 无赖 千万万事出来呀 无赖 终于首发了 在前我们先进行 升国旗 做国歌的仪式 请全体骑士 面上国旗 做中华人 奏上国歌 中华人 字幕志愿者 刚才给了一镜头 朴仲俊也是 以前我在天海那时候 主教练 现在加入了教练组 他是非常有能力的 这么一教练 也是被徐仲俊俊 在成绩不好的时候 应该调过来的 他那个时候 其实争议声还是挺大的 就是你作为球员 能有更深的这种力 也觉得他确实 这个是叫水平还是可以的 是吧 他主教能力非常强 就不像传统的航空教练 就是他的技棧柱的能力 我觉得更像一个欧洲的教练 但是其实 当然天海队也经历了很多 这种场内场外的因素 没错 我们来看赛前的首发阵容 成都龙城 刚才打出的是四后卫的体系 但是他们之前的比赛 基本上还是以三中卫底细为主 今天的主裁判是石正路 第一助理裁判王泽新 第二助理裁判苏小飞 第四官员高鹏 今天的VAR裁判是李正 他的助理是马强 这是上海海港 今天的首发阵容 乌磊 千呼万唤始出来 终于是首发登场 但是他们这个阵型 给的还是一个四后卫的体系 当然大家了解海港 或者了解莱克的都会知道 他基本上还是三中卫体系的 打天下 一套体系的不会有什么变化 刚才我们目测场地的镜头 感觉草皮的状况 有些位置应该是刚补过 但跟其他位置颜色不一样 不知道会对比赛是否会有影响 莱克 他应该说也是在重压之下 尤其是乌磊和巴尔加斯 加碰之后 他的压力相对更大了 这两个人两名 现在可以说算是大门球员 到底怎么使用 而且随着蒋康泰 巴尔加斯 和乌磊的加盟 中后场 包括前场的实力 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全面补强 对 严俊凌 最近表现非常好 球队之前战胜 哥南的比赛 他应该说是鞠躬之危 而成都 今天首发的门将是张延 成都也面临着一些伤病 包括他的首发门将 葛绍峰也是受伤了 咱们说周定阳 包括冯卓 也都是在中场 非常实力的球员 是 巴尔加斯 今天 伍巴 两个人呢 终于是一起登场了 菲利佩 今天大争就是坐在替补戏 好 各位网友 欢迎收看腾讯体育 腾讯视频 共同为您带来的 2022赛季中超联赛 第18轮的一场补赛 由上海海港主场迎战 成都入场的比赛 千呼万呼万使出来 1418天之后 吴磊终于在中超赛场 又迎来了首发的机会 本场比赛 邀请到了 前部角 王晓冬之导 和袁甲 共同带来 今天的解说评述 而有意思的是 吴磊在1418天之前 最后一场中超联赛 首发 当时对阵的球队呢 就是王晓冬之导 当时所效力的天津天海 所以说 将近四年的世界 真的是 这四年可能 客观地说 是吴磊 可能在这些生涯当中 最好的四年 嗯 确实 再次回到中超赛场 终于迎来了首发的机会 看今天是否会迎来 回到中超赛场之后的手球 开场之后呢 上海海港 他们今天主场作战 虽然是在 大力市体育中心 但这也是他们的主场 红色球衣 上场比赛 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 向右侧进攻 成功绒成 今天是客场作战 白色球衣 他们是从屏幕的右侧 向左侧进攻 就海港这个三中卫的体系 没有任何的 对 就开场一看 你站 还是三中卫 而且成都这边 也是一个三中卫底细 是 这两个三中卫 正好可以 这场比赛比拼一下 没错 这两个球队 今天包括的具体的在外呢 可能都是一模一样 对 很有意思 嗯 我们也是利用开场时间 抓紧给大家介绍一下 海港这边呢 应该是一个 可以算是一个 三六腰 或者说五四腰的一个阵容 门将呢 是一号严峻林 三个中卫 偏左的是二号羊 居中的是十三号卫阵 偏右的是三号蒋光泰 两个边一位 左边是十一号吕军 右边是四号王申超 中场的四个人呢 六号蔡维康 他肯定作为防守型的后要 他身前的三个人呢 徐欣可能站的相对靠右斜 暴力尼奥的是居中 二十四号二加四偏左 风线上顶的是七号无垒 这个是海港今天的首发阵容 那维度的这种悬念呢 或者说站位呢 他中场这四个人到底怎么站的 就是徐欣的位置 他还是上去 还是有的时候回来 和蔡维康形成双后腰 这可能有一点小小的悬念 对 我们结合着比赛 怎么知道的帮我们看 再来看成都龙城 今天的首发阵容 他同样呢 今天也是一个 可以算是三六腰的一个阵容 围将呢是三十三号张炎 三个中卫 二十六号刘涛 四十号李查德 和十七号甘瑞 这两名老将啊 都已经三十七岁了 今天他们俩的压力不小 刘涛甘瑞 左边的一位是韩国的外援 十一号金明友 右边的一位是二十号阿卜都海米提 双后腰 三十九号甘超 和二十九号木塔利弗 双前腰 十五号吴贵超 和十号罗布洛 并在封线上 是球队的新的外援 十二号萨达尼亚 所以刚才袁老师 你说刘涛跟甘瑞 其实俩人也是从这个成都 成都农场吧 这个五年 应该是从中冠一支球队 踢到了一个中超的球队 这俩人也是从 刚开始就在球队 所以说真的是 这个球队这种恭喜人物 不容易 而且我们说 关键队员你说从中冠 那时候就能踢 随着年龄增长 现在打到中超还能踢 也得 承载这些老将的 应该说自律吧 对 状态还保持得很好 其实对这一支球 球队融入了很多 自己的这种身续 没错 这种故事呢 其实 其实不太长 原来说一般的球队 就随着级别的提升了 队员呢 会逐渐的这种 变化 或者逐渐的淘汰 是 但其实作为中超人 这支球队的五年 可以从中冠 踢到中超 也其实说明这支球队的 各方面的这种 非常的管理 各方面非常的好 没错 因为王航龙知道 也曾经在成都中有过效力 所以说他对这支球队相对更了解 对 我们看徐欣那个位置 就是他回来的时候 就和蔡卫康的形成 双后腰 他如果双后腰呢 就是巴尔加斯和保林药 有点这种 双前腰的意思了 对 其实这三季目前来说 海港队他进攻段 还是多多少有些问题 没错 但是他防守队还是做得不错 他进攻段主要就是他的船接 包括他的这个 这种攻防转换 还要尽可能加快一些 是 这支球队呢 就明显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有的时候呢 之前超一脚球 关键球都是谁啊 都是奥斯卡 对 所以说没有了奥斯卡之后 明显的打到前脚三十米 就没办法 对 现在是 就是他向前的这种 创造性啊 威胁性还相对差了一些 是 而且这场比较 尤其是队到成功成啊 他必须要加快自己的这种速度 没错 和频率 要不然很难去打扣 成功成功这种防线 我们看吴磊 那吴磊开场之后 他的位置呢 也不算绝对的顶到中锋的位置啊 他有的时候 我们看他位置 有的时候有点偏右 对 有的时候保林尿向前顶一点 是 包括我们看巴尔加斯啊 就有点类似于无锋 是 看我们看现在吴磊的位置 他其实是回到右边路的 但是保林尿顶得相对靠前一些 对 我们看应该保林尿 这叫四传四射 直接出了一侧的边线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之前讨论的 就是莱科的战术体系当中呢 客观的说 没有非常适合吴磊的位置 因为莱科的战术体系当中 这种 三六一一也好 五四一也好 其实他没有这种边风的底下 吴磊更喜欢的 比如说是双前前锋 吴磊打一个二前锋 对 这可能是前面有一个大中锋 这是吴磊喜欢的位置 或者说呢 让吴磊靠边路 四二三一一靠一个边路 嗯 先看这球就是找吴磊 好球 机会来了 吴磊 吴磊 这个球就放了一步 这球应该是八加四 这两个人有默契还是 这吴磊我觉得 现在可能的踢法 可以参考这个 外人的马内 也是一个三中卫 这么一个战术 在前场可能更多的 就是这一下 需要自己的这种速度 和聪明的跑位 解决问题 平时可能持球啊 或者说这种 看到的机会并不多 而作为吴磊来说 也有这个能力 是 这球真的就差一步 对 吴磊的这种 无球的跑动 就是向前的这种宽插 非常有特别 是 非常有经验 没错 看暴力尿 但是呢 不说这就是吴磊的踢法 就需要吴磊是 就比如说NDR1 在前面 吴磊在他身后呢 这可能是吴磊更喜欢的 对 但是吴磊的能力吧 就看现在怎么去安排 他是无球和有球 都具备了很强的能力 没错 蔡惠康最近状态也是很好 连续首发 而且收获了进球 蔡惠康是这支球队的 防守型后腰 主要是起到一个 后危险前的这种屏障 他也是功虚老陈啊 最早这一拨人的 吴磊军 吴磊 他 他们这些人 防守非常的凶狠 但是蔡惠康呢 其实之前呢 一度大家觉得 在这球队当中 已经没了位置 因为上赛季 一个赛季 就踢了八分钟 对 就完全跟 莱克已经不给他机会了 但是目前来说 这赛季可能 后腰这个位置 缺人 把蔡惠康又拿回来用了 发现效果还很好 确实海港 这个后腰的位置 人员的处备非常充足 是 但是蔡惠康 还是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 就赢得了自己这种手发的位置 没爽 你说两边都是三后卫的阵型 但是根据人员特点不一样 其实打法上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势 尤其是在这种细节 包括进攻防守处理的 这种方式上还是有些不同 我们看刚才这个细节 其实很清楚 就前场这几个人 还是蔡惠康 跟那个徐希两个人 相对偏中路 对 前面这几个人站的呢 巴尔加斯偏左 然后吴磊偏右 把谁顶在中边呢 暴力尿顶在中间 其实吴磊跟保里尼奥 我觉得两个人 在后面给他们看上 应该有更多的这种换位 是 因为我们看进攻的时候 经常保里尼奥回首 吴磊定到前头去了 没错 这也是这个相对来说 给这两名团员更多的 这种自由度 是 赛前我们也聊过这个话题 就是说 吴磊要多长时间来适应 莱克这套战术体系 各个球队呢 确实包括主角练的习惯不一样 有的主角练就习惯了 根据队员的位置呢 或者说队员的类型呢 来安排自己的战术体系 当然也有像莱克这样 就我这一套战术体系 你不管谁来了 你必须得适应我 对 英才是叫 还是英叫失才 是 咱们现在三中卫这种体系 在欧洲整个主流来说 就足弹了一个非常主流 没错 确实他踢好了以后 他进攻防守非常好 看这下徐欣的纯忠 赛尔达尼亚 一向没有踢过去 这场比赛还敢想去 在进攻当中 打透 荣誠的防守必须要加快 是 他在这种互相之间的跑动 和重击球的这种速度 对 这个 这支 宁城主绝对让现在徐正元打造的 非常的韧性 是 而且防守一直做的 也在中超来说算非常好的 没错 捏合得很成型 对 捏合得非常好 除了刚开局的两连败 后面的成绩 一波连胜 包括最近的这种比赛 表现得都非常的好 是 我们看他后边这三个后卫呢 李霞德他作为外援中卫呢 他一直是居中 然后今天是刘涛呢 是打到左中卫 然后甘瑞呢 是打到右中卫 这二老不容易 这下我们介绍过 都已经37岁了 是 甘涛 给左路 金米欧 蒋光泰 蒋光泰应该说 这赛季呢 前半正在广州队 表现得相对一般 但是呢 应该说来到海港之后 虽然这第三场比赛 打的状态挺好的 对 我觉得还是跟球员的这种 心态啊 各方面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正猜吧 大神的题目也出来了 上场比赛15至35分钟 上海海港能否取得进球 A能 B不能 下边看乌雷更上一个361的这个右边的这个前腰 是 确实你让乌雷打中锋呢 我们看按照赛前他给的这变形呢 这乌雷也不喜欢 这乌雷的类型呢 他不是这种背身打球类型的这种前锋 先看这叫远射 撒尔达尼亚 撒尔达尼亚 就是从都上来踢的也非常的主动 是 并没有说去采用一个手势 撒尔达尼亚呢之前第一场来到中超的比赛呢 对战长春亚太的比赛当中呢 玩了一个童子败佛 两个脚踩到了球上 然后手还在头上做了一个这种爱心的动作 其实这对于足球运动员看似有些什么呢 就是有点小小挑衅的动作 对 但是他这种巴西球员呢 有可能人家踢的就是比较随性 对 觉得这是我对待比赛的一部分 那场比赛之后呢 因为那个事也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 说巴西球员啊 非常那种吞放啊 就像他们跳那个拉丁舞 那个拉丁舞一样 桑巴舞 桑巴舞一样 包括之前他不是也传那个 明尼修斯 明尼斯那个 是 桑巴舞一样的跳舞 是 收到了批评 所以说呢 这有的时候呢 可能就大家的理解呢 其实有时候看的问题 角度不太一样 就在我们看来 那个动作绝对也忍不了 对 甚至呢 我们看唐正亚太这边谁啊 功虚老陈 杜振宇说了 说这要是我们这时候踢球啊 你不可能让他站着离开场地 是 其实足球的这种理解文化不一样 没错 后来呢 就他那个动作绝我还特意又看了看 因为他之前是在日本的第二练赛 就是他这个动作呢 其实属于呢 他之前也经常做 是 他就属于是个人习惯 对 就是他个人的这种喜好 所在比赛中去展示这种技巧 没错 但我估计那个之后呢 可能其他队友也得跟他说说 你如果想后边不爱踢呢 还是少做 对 好球啊 好球 又是巴尔加斯 刚才巴尔加斯这次踢球之前的这种 让球啊 对 包括身后传无垒的一下啊 还是看出这边球员的这种能力 是 是 巴尔加斯也在主动的要求 嗯 又是找巴尔加斯 看巴尔加斯 有胜门的机会 巴尔加斯 想给保尼尿尔这下没有给过去 身上的这种讲座非常多 是 巴尔加斯这是古磊的好朋友 也是曾经一起效力于西非亚人 来自阿根廷的球员 25岁 跟古磊一起加盟了球队 罗姆罗 转移右路清楚 是 非常开口 直接传终找萨达尼亚 简光泰 简光泰这投球一般是抢过 用前放打 用前放几 Als 就是现在作为三后一种阵型啊 我们现在就是差点在哪儿 就是我们的边翼位缺少这种爆点 和向前突破的这种能力 是 如果这种 在边翼位这种突破多了一些 这给对手的这种整个杀伤是非常大 没错 如果你去按部就班那种横桓回传啊 宽度可能打住 当然向前的这种威胁并不大 就更需要这种中场的球连 后排的前叉 我们一直说三中卫的体系呢 其实你看欧洲提的比较主流 人家是觉得什么呢 进攻的时候多一个人 先看这个球 张延的结位 为什么人家两个边翼位是完全上去的 而且人家三中卫 两个边侧进攻的中卫 是完全参与进攻的 对 我们有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有点东施孝平的意思 我们三中卫为什么 其实我们就相当于是五后卫 对对对 我们的两个边翼位干的人 是人家两个边中卫的活 所以导致进攻当中呢 不但没增加人 还少了一个人 就像你说人家边翼位更像边峰 而我们的边翼位更像是边后卫 是 所以就是 这就是三六一和五四一 我们有时踢的是三中卫 更像是五后卫 是 是 这确实跟我们球员的 个人的这种能力 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 没错 因为有时他的这个 个人持久能力 向前突破能力不够 所以踢到这个位置 自己可能也会很变怒 是 所以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话题 就是是否要因材是教 就是你看似人家能打出来的 打出来 所以白人能打出来 但是呢 你得看人家什么队员 对 就人家一个人可以解决问题 那咱们可能编诺需要两个人的配合 才能向前 对 但这个时候如果边翼位不够这种 侵略性向前的话 就需要中间的前卫性和前后线 不断穿插跑动 没错 能够边翼位进行向前的这种进攻 这次身后 呦 这交接位又有点危险 对 李文君吧 这 不能这么踢啊 对 不能往中间踢啊 其实李文君他也不是这个天边踢边翼位啊 也不是他的这种特点可以完全的发挥出来 是 现在就给他固定到中卫的边翼位的位置 其实李文君大家了解这支球队的历史 这文武正容啊 这俩钱崩啊 一文有武 李文君确实也是攻枪一手这么一名球员 是 所以说即便作为边翼位呢 看这赛季达到现在三个进球四个助攻了 嗯 上赛季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七个进球 踢的还是非常的有责任心 非常的积极 是 而且在三中卫对于三个后卫啊 三个中卫的向前的这种选择决策出球能力要求也非常高 没错 因为三中卫如果传球不到位的话 整个的运转会出现问题 是 我们看刚才场边 菲利佩指挥上 对 这一般不太常见 这队员起来干主得亮的活了 是 但其实之前的人程啊 比赛也是更多以菲利佩为核心 是 还是来去向前的这种进攻 而这个放在替补需要绝点 徐正常教练希望后发之人嘛 希望在下面场上才能体能下降 在进攻当中多出多一些威胁 没错 像我聊这道说 他可能徐正常现在有点高效的迷信了 觉得菲利佩总是下面场上能力 他首先就让他替补登场 嗯 而且很多教练都会是这样 他会这个习惯了以后 包括阵容安排啊 可能这条阵容赢球了 可能我下 就一直用这套阵容 是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迷信 我们先看这球 吴贵超 吴贵超 有射门的机会 吴贵超 有折射投球 有了 没有吃正部位啊 这下 吴贵超 吴贵超在 还想投诉说手球 但是 路的意思说 我看得很明白 吴贵超这名球员 我还是比较了解 个子很小 身体很担保 这踢球啊 脚下啊 包括 头脑非常清晰 这球没有顶正部位 顶正部位是一次很好得分机会 对 阿布洛海米提 对 中间一位杀到这个位置上 对 吴贵超呢 他是出自北京不安情绪 对 身体呢确实是担保 我们客观地说 但确实作为一个小个子 喜欢身体有担保 不管哪一样教练啊 都愿意去用 还是有他自身的这种特点 是 蒋光探 刚才这个球还在等 是 AAR裁判要看一下吗 诗意 可能 咱们看球员诗意 应该有一个手球 应该是在 在等 好 AAR裁判是李正 他的助理是马强 那镜头一直 这会儿没给我们交代 再看 再看这一下啊 啊 没有问题 蒋光探手都在 给他后 这球不太可能吹了 而且没有张开 反正没有问题 非常有经验啊 这球可以看出蒋光探 手一直在背在身后 这种球虽然刚才看也是打到的 但这种就属于是 我已经收成这样 你不能看我手 就我没有扩大这个防守面积 没错 徐欣的断球 保利尿 能不能摘出来 对方往他传了一下 李云军 凉 上轮比赛是有助攻的 我来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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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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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我们上场比赛 主队的抽奖 口量时间 认准这只鹰 海港 通天下 大家可以打开 腾讯体育 腾讯视频的App 输入就有机会 赢得奖面 先看这个球 通了 左边能不能看到 季徽 吕文军 吕文军 1比0 吕文军 这个赛季 第四个金球 这个球其实就是 莱克想去打出的这种配合 因为中路和边路 囤积了大量的进攻人员 所以他一旦第一场方向 荣诚第一场方向打错以后 他后场就会有很多一种 向前选择点 这个球非常明显 这场吕文军打得非常冷静 我看荣诚的是 我们看后腰这下 上墙啊 有一些 啊 露掉自己的位置 我们看这时候形成了一度打扫 这就是三后卫体系啊 尤其是六个前场球员的优势 感谢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青岛啤酒的大力支持 和青岛啤酒一起为热爱共欢聚 这时候李文君推的非常漂亮 是 李文君我们之前一直聊 这射手本色 这就是射手该干的活 传的李文君作为右脚球员来说 是非常的舒服 打起来就像训练的一样 容长刚才这次防守完全被 海长给 穿透了 一旦这个前卫线被突破了以后 没有会前没有屏障以后 作为这种三中卫体系啊 他的前场球员囤积过多 向前插上 这人员足够的话就会形成很大的这种困难 是 再想站住位置防守起来就像刚才一样很困难 很难 刚才这个球呢 其实乌磊啊 他要抢一点他也能打 但是他一看呢 这一看这好哥们 这李文君呢 你那打得更舒服 这要换别人呢 乌磊可能还抢一下 这台队一看李文君 非常的无私 是 是 其实刚才乌磊啊去打这个球也是能打 但可能确实不如李文君这么舒服 是 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整 没错 又断球了 蔡卫康啊这球没有捅好 嗯 大加斯很懊恼 其实现在中城的这种后卫线 包括前卫线面对海港的这种高位比抢 出球处理球上还是有一些困难 是 这个也是其实格伦能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没错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菲利佩的重要性 就是他需要他这个中锋的这种支点作为 目前在看的这萨达尼亚 他其实也不是这种纯中锋的批法 嗯 还是找风险 罗姆罗的C球 嗯 现在中城的向前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很难去打成这种有效的这种向前的这种进攻 是 确实我们说中场缺少了周队阳和冯卓一这两个人 影响还蛮大 嗯 因为这两个呢中场的这种传球啊处理球的能力 包括向前持球的能力都非常强 是 现在感觉融传更多的融幕来去向前战球 没错 没有更多的机缘可以帮助他支援他 又断了这条江光泰 唱得非常强硬 宝林尿 左路 雪云军 宝林尿 他现在在这个位置踢得非常舒服 是 非常享受 宝林尿很适合这三中卫这种体积 没错 也有更多的出头点 他可以去选择可以去游走斜球 控位的接球 我们看宝林尿要回到这个回腰的位置 还是找他 对 踢得有点像这种 这种自由人啊 复材购后场前场的这种组织者 是 他有点踢得有点奥斯卡的感觉 对 现在就是发挥奥斯卡在之前 在上海港的这种作用 哎呦 你看巴尔加斯 其实这不是好 刚才这个球呢 又是第一时间没有给他 嗯 我发现其实不止巴尔加斯一个 就很多万元球员呢 刚来的时候 其实会有这样的这种举动 我觉得第一时间你觉得 其实大家可能对足球的理解 还是不太一样 对 你说特别的远 因为我以前在队里 其实也是跟班牙聊过 就是 因为咱们的联赛节奏 和这种对抗 各方面相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 相对于这个 人家欧洲这种主任赛是很慢的 所以能传的球可能没传 能跑的位置可能没跑 所以就会造成外援的 可能过多的这种爆量和不满 58连线 吴磊 五角的是门 但是有可能就TT呢 他们也了解我们联赛的这种节奏 他们不管是思维 还是比赛的方式 节奏必须要放慢 没错 就适应我们中超的联赛 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是最大的差距 包括吴磊之前到欧洲之后 他也才和我们和人最大的差距 其实就是比赛节奏的差距 就比赛节奏不光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对足球理解的差距 是 就是他的足球理解是要强悠我们 所以他比赛的方式很快 其实我们经常包括上一场比赛 看到巴尔加斯在场不断地探手去要球 然后没给很失望 就是他认为可以给的球 他跑出的机会可能在我们看来 不是该给的球 不是机会 没错 这个确实需要不断地演 所以说这个需要新来的球员去磨合 去适应中超 彼此去适应 对 彼此去适应 刚才这场比赛其实不止一次了 就是这种太少的动作 对 这球没有吹法犯规 还是吹了是吧 这事给稍稍有点慢 不仅仅是巴尔加斯 其实我认为乌磊 回到我们中央联赛 尽管他之前在中央联赛获得很大成功 他也需要通过任务打联赛锻炼 回来重新适应中超 确实 我们的联赛节奏 我们说你如果联赛想提升水平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节奏先提上来 对 张岩 张岩也是出自北京国家的情绪 我们看巴尔加斯 今天目前为止 跟乌磊里还有很多次的连线 打得还很漂亮 他们俩打球的时候呢 彼此有这种默契 对 有意在找彼此 对 是能想到一起去的 是 马尔加斯来驻罚 颠不错 嗯 也是找乌磊啊 正在说这两个人 俩人应该是还有默契 希望通过这场比赛 俩有一个连线可以打入一地球 没错 私下的场下私下的这种关系 应该也是非常的好 是 这巴尔加斯来了之后 乌磊就主动带着游览上海 是 作为东道主 对 也是帮助这巴尔加斯 尽快地融入这个城市和球队 是 其实我相信 就是巴尔加斯能来到球队 有可能跟乌磊的推荐都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呢 包括对于海港的球队 甚至说对于海港的球队 甚至说对于海港的球迷 最美妙的是什么呢 就是巴尔加斯送出一个助攻 无了一个进球 嗯 这是一个58连线最好的开端 也希望成为以后比赛的 这一种赢球的方式 是 这么看现在荣诚在进攻当中 还缺乏这种 个人的这种展示 没错 就是个人的这种持球 是 不像前呀 或者说这种决策的能力 所以现在造成进攻当中 打身后 好球 巴尔加斯 看着就 哎 到底也有些滑 还好 巴尔加斯假动作 还是想找乌磊 踢得非常的积极和努力啊 巴尔加斯 也希望尽快地证明自己 没错 蒋光泰 这场比赛还敢 还是比上一场比赛加快了 脚下这种出球的速率 是 包括整个攻防的这种转换 加快了 哎 保林尼奥这个球有点危险 不太应该 蒋光泰 直接找乌磊 看乌磊 背身 王神超在接他 哎 这个球吹罚了反规 李查德还不太满意啊 其实我们课 我得跑起来 我觉得还是有些发沉 没到最佳 就感觉跑起来 步子也是 抱着追子拿着护球 感觉腿上 感觉有点没劲了 是 就是身体状态 还是不在一个很好的 这么一个最佳状态 毕竟说三四个月 应该说大家也了解 他这次完全就是西班牙人的 这种三级的筹备 他都准备 他都没有参与 嗯 就像一个电池一样 他没有充满电 所以说需要这种 训练和比赛把电加满 是 所以大家呢 也要有一定的耐心 对乌磊 球员的状态 有一好的准备心 和没有好的准备心 真的是可以叹弱两个人 没错 看巴尔加斯 后点 还是找乌磊 还是找乌磊 巴尔加斯的他也着急 他其实也希望乌磊 尽快打进这回归之后的 第一个进展 而作为巴尔加斯 我认为也是希望尽快地 帮助到乌磊 可以打入自己回归后的 迪力入球 这应该都有一个心理上的 这个默契 菲利佩的边已经去热身了 对 其实菲利佩不在场上 现在 成东东城的向前的推进 尤其是打到 海港的三十米区域很困难 没错 如果你没有进攻的话 我们说进攻最好 反正没有进攻的话 海港就会很轻易地去进攻 防守上没有压力 可以投入更多的人员 所以这里外里的 不管是攻端还是手端 都是影响很大的 你到了我们上场比赛的 红包雨时刻 大家可以 进行参与抢红包 菲征元 他其实我觉得对这场比赛 他心里应该有数 有预期 对 包括他对上场的 河南这两场比赛 我觉得 整个球队确实也不在一个 最好的状态 没错 其实这个没办法 必须要克服 只能通过比赛 慢慢地让球队找回这个 比赛的节奏 是 强度 有的时候 运动员这运动状态 这个事儿呢 就 谁也无法违背 嗯 就是再有时候的运员 没有这种连续性的 这种训练 强度 有强度训练 和连续性的这种比赛 也很难达到一个 最好的状态 没错 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体 现在这个战位呢 有点恢复到上场比赛了 就是中场 除了乌雷顶到前面 这四个人呢 其实形成一个菱形 嗯 就是后边呢是 蔡伟刚前面是保里尿 对 边左是巴尔加斯 边右呢是徐欣 嗯 好球 李昂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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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到徐欣 王清超在边路高速的套 徐欣 巴尔加斯这个位置空了 给到左边 再传中 这球是李昂 上来参与 穿中 这场比赛 海港的这种断球后 向前的这种进攻啊 明显加强了 是 进攻的速度 投入的人数 前三十多分钟 巴尔加斯表现得 非常的 出色 他这种拿球啊 疏离 向前 亮点非常多 确实也很积极 赛球可能是 是不是把李昂想过去揭开的 你走过去 我直接传吧 一个巴西人 一个阿根廷人 这应该是一个战术球球 前点 张延 打到了第一点 王清超 我一直呢 就看海港的比赛 我觉得特别别扭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王清超这队长 他的秀标一直是红色的 就是一般呢 就是说这个秀标 这小细节 秀标和球衣的颜色 还是要区分开 嗯 一直是红队服 红秀标 这可能有一个字 个人的喜好 是可能就喜欢戴红的秀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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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奈 和球衣 特别人 一会儿 的 我 你 等你 可以 你 你看 就是三 怎么说六个前卫线 它的宽度是一定可以打出来的 如果说你去攻防它的宽度 在边一位上去有点的话 那它中路一定就会很松散 没错 所以这也是现在这种 为什么都爱替三后卫的原因之一 哎 萨达尼亚这下过得还不错 威登呢 也是一直跟他跟出来了 都说呢 萨达尼亚长得有点像谁呢 一虎呢 菲尔米诺 嗯 是个像 那现在感觉这萨达尼亚并没有说 很好的完全融入到球队 没什么特别 对 就是他现在跟这前卫线 包括这个龙洛呀 包括卫超这几人之间的 这种传接呀配合相对来说 比较少 是 能够还处在一种单打独斗的状态下 又犯规了 还是对萨达尼亚 萨达尼亚是一分你得给牌了 用来用去呢 后腰这位置呢 还是蔡惠康 还得用这老个几个 对 其实蔡惠康在防守这块 他的这种硬度啊 包括这种屏障的作用 还是非常突出 非常明显的 有的时候一些外交呢 我觉得可能什么呢 一看这体型呢就不想用 但是你说蔡惠康那种体型 有些人他天生就是这种 嗯 嗯 那他跑过去也能跑 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可能教练来了 他是有一个想法 随着比赛的深入 训练的了解 他可能会又改变了一些想法 是 这都是教练也在不断的调整 可能现在这个球员是我需要的 可能过一段这个球员 可能目前来的时候 可能又我不需要的 没错 所以说最终于球员来说 就是努力训练 随时等待教练的这种招呼 我们先来看这个定位球啊 我们落来主伐 一点 没人碰到 我现在第一 从来说远射和定位球 确实目前来说 就是比较有效的这种进攻方式 是 任迪战他就想打透海港 现在显然是没有太多的机会 没错 目前来看没办法 嗯 刚才这个球啊 其实还是侧动进攻的是巴尔加斯 其实一旦这个被打透了 后头三个中卫啊 人家比如海港队四五个人 在前天进攻 他是没有办法去防守的 是 两个编一位进攻的时候 再回到自己的位置是很困难的 熟悉的场面啊 文武正容 乌磊和李云军 抱到了一起 嗯 我们看这段 非常危险 是 就是巴尔加斯 那这下应该是没有形成默契 没上人 我太厉害了 我太厉害了 还有十八岁的小将 啊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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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目前来说海港在高尾臂场的时候身体的对抗非常多 又断了 保铃鸟 非常关键的位置的断球 但是第一时间没有打起来 徐欣 现在不知道融成的训练缺乏这种系统 还是说球员可能面对这种高尾臂场不适应 其实在对抗这个海港去找对抗的时候 明显那融成的队员不很适应 这失误过多 身体状态来看呢 确实海港是更好的一方 对 你感觉到融成的对抗上 明显力量各方面是有人看过 又是低级的失误 还好这下补回来了 但是还有乌雷 乌雷 这下没有犯规 又再产 还是理财的巴尔加斯 巴尔加斯 这个球偏的不多 这么感觉融成现在对抗是很吃力的 每一次一对一的这种对抗都是会倒地 或者说会出现失误 但是理财的刚才倒地这两产非常关键 连续 防守面积非常大 片子这么多 巴尔加斯这些 其实外远啊 它这种倒地以后 这种防守的面积和准确镜确实是非常好 铲球这个技术 也是一个非常高超的技术 一般铲球的我们说就是 你没有绝对的把握 你不能倒地 对 铲下去之后 你的一个位置肯定就不够了 就是我们国内的教练会经常叫 这个 轻也不要倒地也不要铲球 然后铲球之后经常会犯规 但是我们发现外远的这种铲球是非常多的 没错 而且非常的准确 其实铲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防守的一种方式 是 对农充来说确实现在要尽快地做出这种调整 不管人员还是阵型 甚至这种战术思想要做出一些变化 没错 现在就比较被动了现在转动 是 如果要再丢第二个球的话整场比赛就会更难受 对 先来看呢 刚才我们看那个设门数据 三次设门没有设政 嗯 这种主动的想威胁海港球 其实还挺难的 现在就是融融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比赛节奏 是 你这样踢下去的话 球员还会失去这更多的这个失去信心 没错 这球起回来了 关键这下位阵的破坏 你看来可显然对于这次进攻啊 组织非常不满意的 是 那场下不停地在挥手 咱就说 是 哦 吴雷直接选择了挑战 有啦 漂亮 贵贵手球 1422天之后 吴雷在中胞赛场终于又收获了进球 而且这个球打得四秒拨千斤 一个挑战 对 非常精彩 非常的漂亮冷静 而且这个断球以后啊 他马太看了什么圆 这个是一个陈峰这种嗅觉啊 非常出色 彩队 非常巧妙的方式 而且脚法力量控制得非常到位 是 这个球可以说一己之力 因为断也是自己断 所有热门也是自己满 这个球真的是恰到好 唯一的一条进球的路线 我们来看啊 乌磊自己的断球 舍得太漂亮了 这就叫射手本色 舍得太漂亮 五球王回归的手球 上一次进球呢 还要追溯到2018赛季呢 当时暴数第二轮 2比1球队战士北京人和的比赛 当时乌磊有进球 还是2018年的11月7号 这个球射得非常漂亮 是 恭喜乌磊啊 一种这个完美的这种回归啊 没错 乌磊说既然 一时半会儿 巴尔加斯扣助攻不了 还是起来吗 这个球之后呢 对乌磊的信心呢 也是一种技嘉的帮助 其实乌磊 压力一定多稍稍有一点 但是至于他的能力啊 只要身体状态完全OK了以后 我觉得对于中超现在的目前这种比赛的这种 质量和节奏 我也是很轻松的应对 我个人认为是完全一点问题没有 可以宣告五球王王者归来 又是乌磊 巴尔加斯 这下应该是常规了 你看乌磊啊 一看自己的哥们儿被踢了 也得第一时间说 我得去找裁判 巴尔加斯可能一时 也是给了甘瑞一张黄牌 所以甘瑞我们看 其实现在非常急躁 因为也是刚才 因为他的这种回传失落 早上丢球 又是作为球队队长 所以说这时候 还是要尽快调整自己的这种情绪 是 我们看看面部表情啊 其实是非常的生气 对自己 其实都是对自己的这种不满 是 不是对着这球有意对着对方 对对对 而球员踢的时候 真的是就是对自己 嗯 也是这个 冲动了一点 诶 吕文君是哪下受伤了 后腿板还摘了 嗯 这样的话 刚才我们还在聊这个话题 就是一旦输两个 其实这场比赛 对于成都荣誠而言 挺难的了 对 就是 如果 但也没有 其实应该更早的去调整 如果教练更有破例的话 是 因为 在这个丢球之前 其实成都荣誠已经暴露了很多的问题 打得真好 打得太漂亮了 这球 唯一的路线啊 关键最漂亮 射的这脚很漂亮 最漂亮是他可以 这个时候抬头观察什么样的位置 是 这个非常的聪明 就射手本色 对 射手本色 这一般队员可能这时候没时间 去观察 更多的想机会来了 一队要突破 没错 或者后排的 我等待后排队友插上去 但整个比赛的目前 看吴蕾的状态 是非常的放松的 是 并没有说因为我前两场上场了 地步差点没进球 我怎么知道 明显很资讯 就是心理来说 非常的踏实有底 吴蕾之前是打了174场中超比赛呢 162个进球 就是在这次回归之前 刚才这个进球呢 是他的第103个中超进球 我们看到 这其实叫过来的人 都是夏末团画上去 是 这会讲战术的肯定是要调好的 就是如果我们说 如果当时教练肯定也想 顶过夏末团有中场去 有意的去 有更多的时间去部署战术 是 现在可能画上新的球员员 或者改变战术 可能会造成 反而有可能会造成球队的混乱 又丢一个球 所以这也是教练一个决策的这种 哎呦 海港这边 李文君要打不了的话 我们看镜头给到李甄源 因为王神超是可以打到左边一位的 然后李甄源是可以打右边一位 但我们看应该问题是不大 刚才我们看 就是购俊臣啊 城东中城这边 之前对打三中位体系 叫理查德没来的时候呢 购俊臣他是拖后这个中位 刚才我觉得他换有可能是谁 就是盖瑞 一个是刚才这个 失误来给人身上带黄牌了 嗯 就是你三中位体系 如果你进攻打不好了的话 中场输了也会空球出现问题 那你后卫现在三中位的这种空间啊 就完全暴露了 所以黄牌上海上第一个进球 就是专注着这点 先看这个定球 又场地有点滑 巴尔加斯滑岔 加斯滑岳 二中位 debitです 有人线 上场比赛也已经是进入到 直接的两分钟的上停补时 蒋光泰这下给不错 徐欣 我们看边路已经空了 还是想寻求中国的配合 无雷 这次徐欣的选择还有一些 有些过于自信 其实边路巴尔加斯已经有一些不满 其实边路已经形成多打少了 创改巴尔加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二打一下底的机会 巴尔达尼亚呢 刚才镜头给到他 其实有可能在下面场一向呢 我估计菲律佩一个人就换了 对 就瞧他这位置 我感觉还没有这种完全融入球队 是 这下面场局 融成比较在进攻当中啊 想到一些办法 没错 我估计菲律佩可以向前插了 有路 远射没有压住我实际那一下 这样的话 这半场比赛时间差不多了 这半场比赛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 上海港里边明显是高出一球 对 就是融成 有点对不上 对 其实融成啊 这场比赛如果要采用一个咱们现在之后话 这个舞后卫战术可能效果还更好一些 是 这时候是时辰录 吹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的话 上场比赛上海港 依靠着两位老将一门一五球队的老陈 吴磊和吕文君一人一球2比0 暂时领先着成都中成 吴磊也是1422天之后回归中超的手球 中场休息我们也是回到彦博士 这半场比赛呢首先还要恭喜吴磊首球 回来应该说能打进这样一个进球非常不容易 而且打得非常漂亮 我们也结合上场比赛数据来看 这空球率你看五五开 看四好像是五五开 但是我们看实际的一种效率 海港里边六次射门三次射证 成三次射门没有射证 而船球呢211对210亿 其实也是一样 但是这个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数据呢 就不是完全刻板 这个数据其实是 可能融成更多的是后场空球 而前场更多的空球是海港 包括向前的船球 其实次数下距不大 但可能海港更多的是向前船球 没错 而融成更多的船 这就叫效率 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双方的站位 其实两个队的 我觉得要求应该是 不是很 就是差别很大 但是我们看啊 这个都是三后卫的阵型 但是现在是融成三后卫的阵型 中间的球员 尤其是两个边一位 进攻上不去 防守回不来 所以就是属于出现了这种问题以后 场上的队员和教练可能调整 也不够及时 没错 就商务场乌磊这个位置 其实有一定的变化 开场之后我们看他在右路 后来呢感觉有变化 就乌磊顶到前面了 有点参与康在后边 然后局新在右边 保林道在前面 后边有段时间 这几人是这么站的 对 是这样的一个站位 所以说乌磊这个特点呢 有可能也觉得 在右边呢 并不是他 可能开场之后呢 这也是现场 应该说临时的这种调整 开始让乌磊呢 实在右路 又可能随着比赛的进行 觉得可能挺好 前面效果更好 教练我觉得给巴尔加斯 保林道还乌磊 我觉得可以叫进攻三角 他们仨的这种相对自由度 还是比较大 进攻当中 防守当中就是根据 场上的形式 来自己落到自己的位置 没错 我们一会儿结合 上场比赛的视频 从战术的角度 请小龙赵 在帮我们分析 这刚开场 三后卫嘛 我们很明显 打跟海港打这种高位比强 打对攻 但是显然随着时间呀 这种个人的能力的不足 体现出来了 就我们说嘛 三中卫踢的 又让我们看他两个边一位 组完全根本回不来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尤其是后场的这种对抗 和这种一对一的 这种组织又出现了问题 一对一的对抗 和整体的组织 出现问题 就造成了很多 海洋的盾球以后 向前的这种推进的 这种机会 我们看这也是 这应该是 我们看 对 就是靠这种远射嘛 并没有太好 这种向前的机会 是 完全靠个人能力 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一次 这有威胁的这么进攻吧 这也是一条远射 对 看了时间比较久 就是一下 有没有手球抢光台 对 我们看这个球 就完全已经后卫 两个边位已经没有了 就完全是四五个人 面对对 面对融成的三个后卫 也是很难被站 很难站住 很难防守的 这球如蕾 如果说想抢光的话 快两步的话 他其实能打到球 对 然后左脚能完成打的 我们看这个时候 几个人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人打三个后卫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嘛 融成是想踢三回 是为了加三进攻 但是他进攻打不出来以后 他的防守完全就被暴露了 是 所以这可能也是需要教练啊 包括队员啊 尽快地去预读比赛 去改变这种场上的这种形式 这球绿文俊推的也是非常冷静啊 嗯 我们看这种失误非常的多呀 这也显现造成了丢分 这是巴尔加斯的一招原胜 对 其实这时候我们看啊 他丢球了以后 他的防守人数 甚至还没有海港的进攻人数多 所以这就会出现了问题了 因为他的人员已经 他要求都是进攻的这种形式 他的人员全在这边 全在半场 你看最后这个进球啊 对 吴磊这球打得真是太好了 我们说一般我们看到什么 万元有可能啊 会什么 就万元有可能一般 说有这种这种 就是我们国内的前锋呢 实话是说 做不到这么冷静 大家可能现在也就是吴磊 是 所以这个吴磊 确实是个人能力非常强 是我们再看吴磊打这一下啊 哎 我们再看最后这一下就吴磊 吴磊打这一下啊 就极其的冷静啊 再看吴磊这一下 其实他带球的时候 一直在观察 是 这手面的位置 而且最后的脚法 我们的角度看控制 你再大一点 是 出横梁了 你再小一点 人家碰到了 非常的冷静 说明他的这种心态 非常的放松 是 上半场比赛呢 应该说 确实这两个人的表现呢 就是吴磊 包括巴尔加斯 两个人的表现 应该说 可以让上海海港的球迷满意 58连线呢 相信他们俩这种状态呢 能有更好的发挥 进攻上来 带来的 其实很明显的肉眼可见的 那种提升 是 然后成都这边呢 下半场比赛呢 我们看非配上之后 或者其他人 要进行调整之后 我们看 注意的时间 交个悠悠 好的 感谢老师对于上半场的一些赛况的分析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揭晓一下竞猜题 我们看到其实上半场 各位球迷再回答了两道竞猜题 那这一道是关于上半场 我们看一下 是第15到35分钟 上海港能否取得进球 那选择选项是A选项 因为李文君为上海海港 打入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地进球 再来看下面一道提示 是关于上半场50阶段 成都容成能否获得脚球 那选择的是B选项 B选项不能 当然了这个两道题 我们下半场依旧会出现两道题 那总共是五道题 如果各位球迷所有题 答对的话 就可以在赛后来分享 1000元的现金红包 那下半场呢 几个福利的时间节点 下半场第55分钟 是竞猜题第4道题 下半场第65分钟 是客队的弹幕口领抽奖时间 第75分钟是红包雨时刻 第85分钟是竞猜题第5道题 同时呢 下半场如果出现进球 将触发进球红包雨的福利了 那同时跟各位球迷分享的是 上虎铺加入最热闹有趣的 足球设计区神铁亮屏稍不停 和JS一起唱聊中超新赛季 其次 上直播八聊中超和亿万八有一起 巴巴巴巴 那最后是关于我们腾讯体育 超级VIP年卡的一个福利 腾讯体育超级VIP年卡值 降400元 全年仅需298元 非常划算 畅看NBA新赛季每天不到一元钱 同时呢 Pick主队来冲榜再送七天的VIP 欢迎各位球迷扫码或在直播间活动页面 一起来参与哦 那同时呢就是我手中的这件 上海队的一个主流的文化T恤文化衫啊 那各位球迷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整个文化衫的这个风格呢 背景是一个红色的主色调 那先从前呢是We are right 就是这个海港的一个整体的红色的风格 那欢迎各位球迷呢 滑动到装备叶卡即可一键购买 或者呢是点击右下方的按钮 一起来参与到就可以了 那中场的环境就是这样 既然我们稍事休息 等待下半场比赛开始 你还在一个人看球吗 现在集中超火热来袭 腾讯陪你畅想精彩赛事 好看好玩好脸色不停 爱足足球的你绝对绝对不容错过 精彩大大神实时参与精彩大提 人人争作预测大神更有丰厚奖品 为你加冕 扶你上墙有缘千里来上墙 主场休息下 分享你和独球的不解之缘 边看边看乐趣多 活动起你们的小手 出入专属的弹幕口令 还能抽取神秘大脚 但母亲已经摩拳踏场 等你来比赛 禁足呼吸 红包不停 两轮定时红包与全场进球 红包与全部安排 考验手速时候 千万别手下留情 确定从去中超直播间 解锁不同玩法 快乐足球 与你相伴 关于球赛最美妙的声音是什么 是开场了一声长哨 是皮球钻入网窝的声响 还是进球瞬间的嘶吼 或许这些都是 但是 他们都离不开那 最重要的背景声 来自看台的 珊瑚海象 只有越来越好 怎么会越来越差 嗯 978天的等待终于结束 熟悉的一切都将归来 带着热爱与信仰 他们等重返那座 心中是地 将呐喊还给天空 让激情同心点燃 聆听震耳欲聋的欢呼 他们将再次登上战场 一比零开场 在位队世界模型球 迈向战经纪元 心中狂热不灭 看东超 来腾讯 一起为城市而战 对世界对自我失望过 迴避过放弃不遗憾过 现在的我 不想再陷落 就算有人想我做梦 不想不成了 会被选择 不会想你与你斗 我知道我有所 我们更加热 有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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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后悔未来又要去怪谁才不痛 就算没有成功也好过面对到最后 都不喜欢的我 执着的理由 我还没听过 我一无所有 向前走 有哭中不说 只想信用 人手心底最深降落 穷脱 有些这辈子我失望过 未必不放弃不遗憾过 现在的我不行再闪磨 我白头比多弱弱弱弱 这算是错也是我的梦 就像我自己感动 我知道我都做 不灭有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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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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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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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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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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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